欢迎你回到凡人节理想事件 我跟你说做广播节目 就是我今天做了30年广播节目 就是碰到今天这种状态 就是我觉得 我不管30年来都胡说八道了 多少今天这一个小时 可以说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回馈 因为我小时候呢 就是读他的书长大的 然后呢他还健在 他还活药 而且他还愿意接受我的邀请 到这个节目以来跟我一起聊山 聊天聊地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刘庸老师 你好 瑞姐好 各位听众好 这个刘庸老师现在跟我 这个一样都是白发 对的 我原来以为说是我不染头发之后 应该大家不认识我了 但是我发现现在我戴着口罩 人家照认识 因为因为头发太白了 太白了 太白天 太白老君 对对对 那我想说提到刘庸这两个字 刘庸老师当然他是这个很少有才子 这个古时候大概就舒适以后就没有别人了 这个能话能说能讲 这个创作 而且呢还这个在文坛话坛 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历久而不衰 那我最近呢看到刘庸老师又出书了 这出书这个名字我看的时候觉得触目惊心 千万别养出个妈宝 刘老师吃错药了 不是 听你听你在说些道理就如同呢就是一个这个智者在旁边跟你讲话 我不是在今天捧他的马屁要拍他大腿 拍他马屁捧他的这个抱他大腿是真的我跟你说 来刘老师我今天就来访问你 你这个 听说你也是一个妈宝吗 你怎么会想到问这么一个问题 对 你既然会写妈宝你一定有小说的 我确实 我自己检讨过我会不会是个妈宝 我常常自我检讨 所以我会写立志书 因为我自己发现自己有很多缺点 譬如说是我已经在中国电视公司 那么做的挺有名的了 是OK然后我老娘的朋友请客 是 我去了 发觉那天怎么好的 我不是个人物了 我变成孙子了 那些老太婆们老先生们就一个一个玩我玩的时候夹菜 我怎么突然变得无能了 这时候我检讨了 我检讨了 我说当我 你的母亲跟他的朋友 对的 吃饭 然后你去被当做妈妈来献饱的东西的一个人吗 还是怎么样 反正被被照顾 哎呀你吃这个 哎呀这个多吃点 好啊 哎呀我看你那个脸色不太好 就多吃点 我那天发觉我哪里是著名的电视主持人或记者呢 我突然之间变成了baby 我回来就检讨 我回来就检讨 你检讨你自己吗 吃完饭 他还看电视 他突然倒在他太太的腿上 倒在太太腿上 他腿上躺着 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妈宝吗 哎 可是你翻开来另外一夜 他早上出门 到了办公室 就拍着桌子骂人 那他是妈宝吗 所以妈宝有很多的形象 那是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状态 一个人回到他小时候 对的 被呵护 倒在妈妈的怀里的感觉 对不对 好 我们跟爸报告一下 今天我们访问的李永老师 今年已经几岁 73 73岁 您的夫人 71 您73岁的时候 有没有倒在71岁的夫人的怀里 我这两年回不去 我这两年回不去 上次倒在71的夫人的怀里 请你问我儿子 我儿子拍了一张照片 哎呀 所以你也三不五时 也会回到那个 那个小时候的那种啊 那当然了 我们在外面都累啊 你今天一进门 你就跟我说 你为什么改名 是因为你家夫人 给你下令 你不得不从 请问 那叫呵斥 对啊 是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要三呼万岁 那么就家里太平 你一日三呼万岁 那表面看起来 是有妈宝的形象 是 所以 非常容易 我写的这本书是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来谈妈宝 是 我如果不从各个角度的话 很危险的 你要知道 有些 尤其年轻女生 还在交男朋友呢 或者是还没交男朋友呢 你跟她说 如果你嫁了一个 比较 妈宝型的 丈夫的话 其实呢 你如果母爱够多的话 你从她的舅娘那边 接手 你作为新娘 也能够 处得很好 我跟你讲 女生马上变脸 马上变脸 我要养儿子 我自己养 养 对 我干嘛去嫁一个儿子 对的 帮人家在干嘛呢 对的 所以 这本书我写了三年 为什么 我在网上 做民调 哎呀 你做足功课了 做民调 先挨挨挨足了骂 然后我知道 要从不同的角度 正面反面来谈 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刘庸老师 是 在您太太的眼中 是 刘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猜 你觉得 你形容 还是你听她说过 我听她说过 说了 好来 你真会问问题 没有 我太太跟我说 她说 咱们家的清洁工 因为一个礼拜来一次 可能就在想 这个家里头 这个男的到底是 什么顽固之地 他好像中午 吃完饭 就在那边 坐在沙发上 在那边摇腿 然后吹口哨 他一定是继承了家里的老爷爷的财产 因为我岳父跟我同住 他一定是游手好闲 我就是这么个人 所以在清洁工眼里头看到我没有工作 你跟你岳父同住啊 我跟岳父岳母 我母亲 我们家三个老人家 曾经同住几十年 几十年 我岳父岳母跟我同住三十多年 同住啊 你妈妈我觉得有可欠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刘庸老师他是养子 对对对对的 所以照顾他的刘妈妈 对对对的 刘妈妈其实是养母 是的 但刘妈妈因为刘爸爸这个早逝了 所以刘妈妈突然是守寡 对的 抚养刘庸长大 是的 这样可以 你当然跟着他同住 对啊 但是岳父岳母这件事倒是很奇怪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揭晓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意想世界 今天是惊涛骇浪的访问 这个来 我来跟我小时候这个辅导我人生目标 我父母亲可能没教 教我的没有像刘庸老师 在书里教我的什么 叫你别耍炸了 不是我叫你炸了 干什么 他教我很多东西 说顺便看 今天他教我另外一件事 刘老师今年72岁 73 73 73 他竟然跟他岳父岳母 跟他自己的母亲 同住几十年 对的 对的 然后你刚刚讲了一件事 说什么岳父留下很多遗产吗 没有啊 没有吧 我们家的清洁工就说 刘庸这个人 根本都没有好好在做 清洁工 清洁工就是他老婆 吃完晚饭就吹口哨 对对对 像少爷 也不晓得赚什么钱 其实主要的原因 第一 我是半夜工作 第二 我工作是 比如我写稿子 我坐下来的那一刻 就是第一个字落在纸上 我到现在还是用稿纸来写 那个对的 我笔先握在手里 一坐下来 手就已经接收到稿纸 然后到两个钟头 差不多都是抓在这个时间 然后就结束 所以人家看不到我工作 只看到你抖腿 对的 还有 晃脑 对的 打嗝 吹口哨 我们家三个老人家 这学问大了 三个老人家在一起 一个是二十多年 我母亲十年前过世 当然我岳父是前两个月先世 但是她是一百零三岁 岳母还跟我们在一起 九十四岁 我学问很大 你七十三 你岳母九十四 对 哎呀 你们这个简直是 哇 国文嘉庆啊 这太厉害了 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学问 我在那写文章 我一边写文章 我一边 书房的门是关着的 我得注意听后头 那时候女儿小 我会要听到 女儿都在 我母亲的房间 跟我母亲玩 还是在岳父岳母的房间 如果发觉在跟我母亲那边 久了 我就要拉开门 稿子先割下来 我把他拉开门 来来来 要护送到 岳父岳母那 要平均分配 这叫流量分配 对的 对的 是不是 对的 不然要是弄久了 那边不高兴了 然后夹菜 吃饭的时候 我先夹一柱子 比如说鱼好吃 我夹在空中 然后给我母亲 应该的 对 我母亲说 不要不要 我不吃 我不吃 他把碗躲着 那我就说 你不吃 他就掉在桌子上 我手还悬在空中 好 我这个儿子 问题是 这样子 老太太高兴 老太太高兴 我是留着老太太 对我儿子 对我 对不对 把我放在第一支 叫做first priority 对的 对的 是不是 你真蛮厉害的 这个看起来就有画面 这像不像舞台剧里面的一个 一个段子 但是岳父岳母在旁边看了呢 你是不是第二口又要再夹过去了呢 对 那就不夹了 不夹了 那就不夹了 那所以老太太会高兴 第一 老太太年岁要大得多 敬老追邪 对的 所以呢 就会相处的非常好 这个我要想清楚 是 所以你在书上里面 现在千万别养出个妈宝 在书上里面 突然之间惊恐一批 一个字 我就把他抓出来了 说您的夫人当年呢 嫁给你的时候 是 这个不知道 这个岳父岳母 当时有意见吗 那当然有意见 那你还过来跟他 我们在大学就结婚了 大学结婚 什么意见 那时候因为他们反对 反对 结果我就有一天就到教室 就问有同学 大家印章了吗 一直有两个同学举手 我就说走 咱们到台北地方法院 你们当公证人 还是说见证人 然后下午就一堆人在那边 这个这个结婚 那个我就跟我女朋友站在当中 然后就结婚了 这是演戏吗 演戏吗 讲句实在话 我们当时我们大学二年级 就一块演舞台剧 就舞台剧演下来的 就是标准的先斩后奏 标准先斩后奏 还是假戏真做 都是嘛 都是嘛 那不能不真做嘛 然后呢 拿证书给老岳父看 老岳父一看 哎呀 有什么办法呢 隔一阵子再办一次 女大不中流啊 流来流去 流成愁啊 结果后来 我老岳父老是在外头讲 这小伙女儿眼光好啊 早早就看中了 哎呀这个会讲话 这个EQ高 哎呀对不对 这个我就想说这个几十年以后 我们这里也最近也出了一个妈妈 就是大S他娘 是他女儿也是 那妈明天要跟那个从来没好几年没见到的那个韩国 对啊 欧巴 结婚了对不对 对对 是不是 妈妈也是被通知啊 现在父母常常都是被通知的 常常被通知的 你女儿也结婚了吗 结婚了对啊 他嫁人的时候也是通知你吗 我都没有想 你书里又金龙一笔又写了一段 就是说他就要给我 我跟他讲说 爸爸我认识一个男生 他也会包饺子 对对对 你真是细看了我的书 你都藏在里面的 我到费城去 他念宾州大学 那个研究所 我就聊天的时候 他说我们班上有个男生 他好会包饺子 他饺子包挺好 我一想 完了 我一听 马上偷偷跟我太太说 完了 完了 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了 就是那个华顿商学院的同班同学 然后华人 华顿商学院 不是 华人 还好是个华人 会认中国字 会讲国语 哎呀 还好 对 不是说把 我最近同学有同学 他意大利面烧的挺好的 披萨做的挺好的 糟了 然后 还是个洋人 对 然后得教爸爸妈妈怎么样吃意大利面 是 因为一个手拿着那勺 一个手拿叉 对 这也不能够露馅 所以你对你女婿怎么样 觉得 很好 你不是我说你觉得这个小孩子 这后来才认识的吗 对 我女儿跟我说 这个男生都不用念书 就可以考得很好 OK 这表示他很聪明 聪明 这男生都不用急着找工作 因为他是由他们公司送出来的 华顿商学院愿意接你公司送出来的人 那一定outstanding 非常厉害 对不对 而且呢 女儿结婚那天 我原来是打算要哭呢 想办法不哭 结果女儿说 不要来 不是不要来 不要来跟我跳舞 你也不要致辞 由哥哥致辞 怕你哭 对 我那天不会哭的 为什么呢 我发现我女儿跟我这么长时间 她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 从来没有那么开心 天哪 天哪 终于有一个男人让他这么开心 好 来 休息一下 来 欢迎你回到凡日期的异想世界 话说73岁的刘庸 现在是爷爷级了 是啊 对不对 刘庸在这个 刘庸老师在这个 费城是吧 参加女儿的婚礼 还是纽约 纽约 纽约 女儿连礼车都没有 哎呀 也不带手势 听说就拿着白纱 就在街上跑起来 在街上跑 果然有奶腹之风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历史都会轮回的 对的 对不对 你这么讲 报应 报应 哎呀 你自己说的 你当时把你女儿的娘 怎么拐到手中的 几十年以后就有一个男生 把你女儿拐到他的手中 问题是我儿子也一样 我儿子没有婚礼 没有婚礼 留心 对呀 我跟他说 我说你要结婚吗 你要办婚礼 办婚礼好累啊 累死了 我说你如果不办婚礼 这个钱给你 那么另外相对的 这个钱我们捐给慈善团体 儿子想都没想 哎 我们能够做点公益 做公益 所以儿子没有婚礼 没有婚礼 对的 没意见 没有意见 只带着一瓶香槟到七公所上 你也没意见 你也没意见 然后出证 当然了 当然了 娘也没意见 她的娘也没意见 她的娘也没意见 你想我们女儿结婚 我跟我太太 她的哥哥 嫂嫂 四个人去 那这个 这个可能 当然是想对 但是这个事实上有个婚礼 我女儿的婚礼 是有婚礼 但到的人很少 儿子没婚礼 没有婚礼 外公外婆也没意见 奶奶也没意见 没有机会表示意见 因为她在台湾结婚 外公外婆跟奶奶都在美国 来搞一个 这个叫做跨海告知 至少还开个直播 意外的惊喜 意外的惊喜 对 反正我做你们刘家人 每个心脏都要很大 不不不 我跟你讲 我小姨子 四个小姨子 三个小姨子 只有一个办了婚礼 其他的 有样学样 你们家都不实心办婚礼就是了 就是说了 就是比较行动派 对 好来 这个女儿都是前世的情人 这个儿子说要穷着养 女儿要富着养 对的 你教导儿子跟女儿 他们俩差很多岁 对不对 17岁 那有 所以刘轩到了17岁的时候 才突然之间有一个小妹妹 对的 那年你已经40了 对正好40 所以刘轩是你年轻时候带大的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刘佣带大的 刘轩在火车道旁边 铁轨旁边的围章建筑区 那个时候脏得很 半夜火车 而且在华山车站 他们会驳车 车子接的时候 半夜 就抗大 然后就听到哇 小孩弄醒了 我刘轩就哭了 然后跟着就听到 哐当哐当 邻居关窗子 为什么 为什么他哭的声音太大了 哎呀 我们住在围章建筑区 可是刘轩对什么都不敏感 对呀猫啊狗啊什么都不敏感 张养的 那张着养的 张着养的 对的 那女儿好的环境养的 哎呀 对什么都敏感 对什么都敏感 所以各有 所以像刘轩 因为我也访问过他好几次 他来了好几次 我就想一个人有一个 17岁时候有一个妹妹 对的 他对这个妹妹是什么 这个我最近 好像我在千万别养出了妈宝的书里头也讲了 我说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现象 不论是大陆 就是两岸都有这个现象 不论大陆或台湾 就是大陆现在实行一胎政策之后改成可以两胎了 甚至可以三胎了 这个时候当这个妈妈怀孕的时候 怀第二胎的时候 亲戚朋友 就是说跟这个老大就会说 哎呦你吃醋不吃醋啊 你妈现在又怀了个妹妹还是弟弟啊 无聊 她就抢了你的爱了 真无聊 哎呦你好可怜啊 真是这很糟糕耶 真是很无聊耶 可是在美国学校刘轩 她妈妈怀孕了怀她妹妹 她的同学都说 哇你现在有一个baby妹妹了 好棒哦 好棒啊 好棒啊 是啊 其实我们应该给孩子都是给正面的观念 没错 不过年轻时候的刘轩 这个不是应该是刘庸 年轻时候刘庸 生儿子养儿子跟养女儿 后来隔了17年后养女儿 应该观念上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跟他玩 打羽毛球 我就说打嘴球 打嘴球 就是要用力打 要打到嘴里头去 那你看多狠 多坏的爸爸 你看你又 对啊 对啊 很严格啊 可是我带着儿子爬树啊 带着儿子到森林里头挖土啊 挖斧植土 然后运回家来种菜啊 在美国 对的 可是带女儿 我能够带她种菜吗 不能 我能带她挖土吗 不能 我能带她爬树吗 当然不能 我能跟她比赛都赢她吗 可这个可不行了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是不一样嘛 儿子女儿还就是不一样 这有什么办法 但是爸爸输给女儿呢 是很开心的 哎呀 不要想输嘛 这就是你 让 让她嘛 对的 对的 那你的媳妇 跟你的女婿 是的 对不对 在你这里过关 你都有自我调试吗 我现在跟他们住这块 又住一块 你这是 你们家人感情 我们住在门对门啊 门对门 我常常都做baby sitting 来管孩子啊 哎呀 我特会管孩子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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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对啊 几岁 一个是小学六年级 一个小学四年级 那正是旺盛的学习时代 时间 对的 所以我都要在餐桌上就要教 我小时候 要是有一个像刘庸这样的爷爷多好啊 我可 这时候 这时候孙女拿了他的成绩单还是什么就给他妈看 可是他妈妈还在讲话 没看到他手里举着成绩单 OK 他就在他妈妈的眼前 对 把那成绩单 我说 我说你要知道爷爷以前在美国去银行 然后银行的行员低着头在办事 没有看到爷爷 爷爷就敲那个玻璃 敲前面的玻璃 马上就被骂了 然后那行员就说 这里不是ZOO 这里不是动物园 这不是动物园 我说如果我们到餐馆 我们现在需要再续咖啡 你不能只指 除非说太吵了 你只 但是你要负担要说话 对 否则就是以指气使 OK 以指气使就这个 这个 对啊 是啊 OK 所以你可以指着你的咖啡说 May I have more coffee OK 要讲话 不能够指指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在餐桌上的研究 家庭教育 对的 家庭教育 所以在孙子孙女心中的 这个爷爷 他们怎么形容呢 我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 欢迎你回到凡日节意想事件 这个我们刘庸老师 听他讲话 我其实是可以不用 我可以自己外面 在自己凉筷着 让他一个人说就行了 但是我实际上太崇拜他了 所以我一定要来跟他蹭两句 好不好 表达我们对这个 这个学者 长者的一种 这种崇拜之意 刚好都说了 你的这个 做孩子王 孙子孙女 对不对 是 然后呢 看到爷爷 他们是会来抓你的胡子吗 起在你肩膀上 希望 我记得以前女儿小的时候 坐在我的腿上 然后伸着手摸我胡子 哇 这感觉 太好 那时候胡子很短 他就摸摸摸摸 感觉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很可惜 孙子孙女不摸 因为我这个爷爷挺凶的 就前几天 孙子拿着瓶子 要开果汁 开不了 然后就说姐姐 姐姐帮我开 我说自己开 自己开 你明明开得了 我看过你开 他说我手上油 我没有办法开 我说那你把油擦干 他就把油擦干 然后开 不 我开 开来了 这是我的教育方法 当然 所以 这就是不要制造妈宝 对 有的时候弟弟 做不了 刚要做 姐姐帮忙做 孩子刚要做 妈妈帮忙做 连学讲话 妈妈特别啰嗦的 孩子眼睛才看哪里 就马上就把东西端在眼前 这种孩子学讲话都学得慢 我有一个朋友 是 年轻夫妻生了三个孩子 是 我们聚会的时候 是 我问先生 先生是一个机师开飞机的 是 高级技术人员 专业嘛 对 孩子呢 很漂亮 是 也很认真 是 我问他们两个问题 是 第一个回答永远是妈妈 对的 好吧 所以我在我的这个书里头 千万别养出妈宝的书里头强调 看见没有 你不要说是孩子 比如孩子小学三年级了 对 回来讲学校的事情 对 他才讲几句 他这蜘蛛乌下不去了 马上妈妈就帮忙讲了 这 中意制造妈妈 而且你的孩子的思想 整理思想的能力会变弱 连我问他先生专业的开飞机的事情 是 他也要回答 对的 曾经我碰过一个医生 每一次要问医生问题 医生没答 他太太回答了 他太太回答的时候 医生插嘴 太太马上啪 太太就站在医生旁边 啪 我说 你说什么 在这个家里面 以后谁会有意见呢 谁会发表看法呢 妈妈 高兴就全家高兴 妈妈累死了 对的 妈妈掌控一切了 问题是 妈宝都是累死的妈妈 宝妈造成 那刘妈妈小时候怎么对你的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阵子 每天吃六个茶叶蛋 结果我身上就长包 我妈妈就发现 我不能够吃太多了 我曾经尝百草 也就是去摘各种果子 摘在嘴里 但是我妈妈不知道 这使我后来对于植物有更深的认识 你还好活 你还好活 我可以 对啊 我有一次 因为课本上读到 那个烧硫磺 然后把花放在旁边会漂白 结果我就烧硫磺 结果那天差点死掉 我妈不知道 我今天能有今天 就是因为我妈妈都不知道 对的 也就是说给我足够的自由 因为他太老了 他四十好几才有我 我说我都养母养的 对啊 对啊 所以他中午一睡觉 你不要乱跑啊 他一睡觉 我就在河边 回到小河里头去了 差点淹死 回来了 回来了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让孩子独立 就要给他们能够独立思考 跟独立生活的这些机会 不要说是他才要能够独立做点主 你马上就就爸爸爸爸讲 所以有的时候太能干的父母 常常孩子不能干 因为孩子才讲 爸爸妈妈说这个都不会 哒 答出来了 你不单是解决了问题 帮孩子解决了问题 同时你也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 对 他的发展都被限制了 是啊 因为 怎么讲 讲话之前先看妈妈 对 要回答问题之前先看妈妈 对 所以是妈妈没生气 妈妈认可了 有的时候看爷爷奶奶 我在办签书会的时候 在大陆 那有小孩 那很小 然后也不小了 他小学一年级 我就说小弟弟现在几岁啊 他不答 他不答 回头 回头看爸妈 对 爷爷奶奶 我几岁 OK 说六岁 我六岁 天哪 对 他自己都 看爷爷奶奶 才能确定他几岁 这怎么办呢 那将来谈恋爱 是不是也要看爷爷奶奶 问题是这样啊 我在这个 千万别养出个妈宝的书里头 说了 我就有学生 因为跟女朋友 每次相亲或者是约会的时候 妈妈一个电话 两个电话 三个电话 四个电话 搞了五六个电话 又要吹了 那女孩子受不了啊 这个学生很明白的跟我说 对 我的女朋友说 我是妈宝 这句话刺激了我 非要把这本书写出来不可 对 我觉得妈宝对于这个社会 太可怕 尤其今天比较富裕 孩子又少 对 你富裕 你有闲 你孩子少 你就容易制造妈宝 对 你的孩子 如果连去弄个硫磺 把自己快弄死的 这种时间都没有 机会都没有 你就等着你孩子变妈宝吧 你就二次要是盯着他嘛 就像那个随护警卫 监视器这样盯着他嘛 什么事都要给你报告 什么事你都要掌控 所以我的儿媳妇讲说 是我的孙子不爱洗手 这时候我就心想 其实他爷爷也是不爱洗手 因为我母亲总是说 洗手我们要去洗手 那我就跑到水龙头那 把水龙头打开 刷 然后手摸一下肥皂 跟着跑回 我妈的前面 把手一伸 妈闻闻 好了 有肥皂味 没洗 没洗还长得 73 挺好的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不甘不净 吃了没病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做不良示范 在广播当中 以上所谈议 全是主持人 个人之观点 也代表 刘勇老师个人之观点 大家可不要有效 不要因为主持人的这种 不当言辞 影响到刘勇老师 这个书的销路 这本书叫做千万别养 出个妈宝 来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凡尔街意想世界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刘勇老师 现在目前在台湾 是的 对不对 但是他长期是住在纽约 那我应该说半年半年 半年因为天一冷 夏天住纽约 是 冬天住台湾 因为天一冷我就起船 起船 对 所以就会避到比较暖和的地方来 那岳父岳母跟母亲都住在纽约 对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一个人自己就避寒 到了台湾 在这儿儿子 帮儿子管孙子 儿子跟媳妇一起 对不对 哎呀 你看起来游走于这大西洋两岸很开心 你的弟弟是怎么学的 我是你老师要 太平洋两岸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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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本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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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 海峡两岸可是不对 那大西洋太平洋两岸 对的 对 是是是是是 但是有一阵子我也会到欧洲去旅行啊 看博物馆啊等等啊 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或者到大陆办展览 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或者干什么 你都会带着谁啊 带太太 带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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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因为都是太太去报名 呃 而不是从游览车的玻璃去看那个世界 下车尿尿上车睡觉 对对不对 然后拍照完就往下走 进店买药 好但是但是这个太太带着你一起去 对不对 是 然后两个人一起这样做两个人就表示两个人身体都很棒 对不对 呃身体都不怎么棒 我太太的眼睛比较不好 所以我都要扶着她 那么比如下台阶我要说呃一阶两阶三阶四阶到了 到了 对的 我太太就开玩笑说我是导盲犬 哎呀 导盲犬 呃 但是我的腰不好 有的时候她得她我起不来的时候她得扶我一把 所以 所以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好健康 好互补 互补 对两个人组合在一起 参加旅行团 参加这种老人团让我画了很多画 因为他有闲的时间啊 那如果那种赶鸭子似的 你根本没有时间画嘛 所以我画了很多东西 都是因为参加旅行团 你还带着带着画剧走 对带着画剧走 带着画剧走 台湾就十年没办展览了 我要办一个画我童年的展览 哇哦 都是我童年的鬼真草 那叫咸丰草 谁会买这种画 对不对 就是那个 会跟在你的裤子上回家的那个 我画那个画 我画那个马英丹 有人就管他叫臭毒画 但是马英丹好漂亮啊 很小很小不好画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人讲这个事了 对对 所以现在到这个年龄就是一童年 我家小时候旁边有一个稻田 是 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 我还有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稻田 是 还有一个池塘 是 还有荷花 荷花 稻田旁边 还有一个粪坑 对 还有防空洞 对的 大安森林公园 各位 建在这个都市 你说咸丰草 那表示 谁有咸丰草 你跟我生长的环境差不多 我是龙安国小毕业的 我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 凑到一块 可是我们小时候不懂事 不懂 什么事也不了解 就是跟着爸妈 这样的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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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可是那个很复杂的 那个比较贫困的年代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咀嚼的东西 就像你家曾经大火一烧 什么都没了 烧的真的是 金光 片瓦不留 金光 只剩下一个厕所 因为厕所下面是用砖泥巴做的 它不能够用木头做 所以整个都烧成了平地 所以你没有那个时代之前的照片 对不对 你真会问问题 你可以说他其他侦探 偏偏我就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硬是没有烧到隔壁去 其实距离很近 因为有书架 我在书架上摆了很多书 我父亲生前他的书也在那书架上 我的邮票也都放到那上面 然后我都塞塞塞 那个书是很紧 结果火居然烧不过去 烧了一英寸 烧了一英寸 结果里头还剩下一些照片 所以这就是书救了你 对 所以我觉得我家失火 然后就跟我母亲两个人搞个小草棚住的当中 我们是智牛丁之户 公交不给我们盖 我就耗在这 不走 这经验多好 真的你真的你小时候你今天都写的书了 我外头下雨里面也下雨 对啊 是啊 哎呀我们跟刘文老师讲这个聊天 一下子一晃眼就这个 一下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跟刘文老师的这个专访 好不好 是 在这看到刘文老师 别的不要讲身体健康 请大家帮助我做一个小小的公益活动 千万别养出个妈宝 这本书 板碎会卷掉 这叫公益活动吗 对不对 好各位 这个如果你感觉上你自己或您家的夫人太座 或你自己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一点点其他的一些地方 你觉得好像有点不太 怎么样的时候你千万可以去买这本书 千万别养出个妈宝 刘老师吉他这个人生智慧之大臣告诉你妈宝行政的原因 妈宝怎么避免妈宝哪些行为特征 妈宝最后产生的结果 出来一个妈宝的结果会怎么样的后遗症多重多生多重 这也是一本超级完整透彻剖析妈宝之形成之历史的一个大结构 太感谢了太感谢 这个就是工具书了 人生教育 谢谢瑞杰 是不是好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下个小时见了 今天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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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